上海的新高潮 上海市举行了工业装备革新展览会 展出了工业装备革新项目五百多个 几年来上海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改造旧设备创造专用设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铁环链条自动碰焊机 能自动焊接五种规格的铁环链条 比手工焊接的质量好 这台卧室轴瓦刮销机 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比用车销方法加工的轴瓦不仅快 而且光洁度提高了四到五级 这是用一台普通车床革新的高精度瓦床 用它加工高精度的轴滚 提高效率四倍左右 这是一个传授经验 促进技术革命 笔学赶帮的大课堂 红花草 又叫紫云莺 是一种在我国长江流域普遍种植的 肥效大 产量高 又能改造土壤的绿肥作物 一亩地上一千斤红花草 可以增产六十到一百斤粮食 广西荣县 从一九六零年冬天开始试种红花草 经过几年的努力 今年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打破了过去一直认为 华南地区不能种红花草的定论 红花草在广西荣县大面积种植成功 为我国南方许多地区较快地建立文产高产田 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六五年全国美术展览会 分地区分批在北京美术馆举行 这次各个地区展出的美术作品 突出地反映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 表现了三大革命运动的生动事迹 油画 毛主席在小营巷 反映了毛主席对人民生活的亲切关怀 打破去又表现了我国沿海民兵 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 这次还展出了许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美术工作者 反映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朝气蓬勃的新生活的作品 广化阿妈在学习 是遗族女青年阿哥描写她母亲今天生活的作品 她阿妈在旧社会当奴隶时过着悲惨的生活 旧社会苦景万丈深 工人阶级在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下 过着血泪斑斑的苦难生活 反映一场骗局 深刻的揭露了资本家用欺骗手段剥削工人的丑恶嘴脸 这次展览会是我国美术工作者 在思想革命化道路上的新收获 布达拉宫前 一片繁忙建设的兴旺景象 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奋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一支藏族工人队伍在建设中迅速成长 解放前根本没有工业的西藏 现在已经有了67个中小型工厂 拉萨河上 一座干谷水泥大桥正在建造 过去的荒地和泥沼草滩上 如今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建筑 百货公司里顾客们自由选购趁心满意的商品 新华书店的各种藏文版书记 深受藏族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建设中的拉萨 将一天比一天更繁荣更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